随着环境与气候快速变迁养殖鱼业面临了巨大挑战 花莲新政府农业处为了推广AI人工智慧养殖鱼业 透过大数据和人工智慧结合发展出 通过传感器回传监测结果 就可以及时为鱼温把脉仿佛是看见天机一样 预测将面临的危机快速提供合适的处理方法 而近日水产培育所也进行了相关设备安装 未来将提供给鱼产养殖业参考 人工智慧运用层面广泛 在多国的鱼业养殖上运用了水下感测器 AI数据处理系统 远端遥控电脑 云端平台等智慧化系统工具 让鱼业养殖能够更精准化 争取到气候剧烈变迁时 所需要的反应时间与掌控能力 才能够提升鱼业的竞争力 我们在养殖业里面 过去传统都是专家经验的一个去养殖方式 那我们现在是透过了对水里面的像温度 像它的电脑度、酸碱度等等这些含氧量 我们是及时的监控 把数据抓到后传到平台 然后再根据我们专家在喂养 跟这个管理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把这个知识也学习起来 全部记录下来作为分析 然后根据的天后状况 跟一些实际的时间等等 再做判断给我们这些养殖业者做一个建议 一个参考这样的 这些数据在我们平台云端上面都有 那同时在云端有 就可以让我们使用者用手机 可以在云端的资料给它抓下来 不只及时看到监控资料 还可以看到我们系统的决策分析跟建议 从过往的历史来看 过往的渔温变化都是在深夜发生 大规模的渔群暴毙 养殖户根本来不及反应 所以能够以数据的价值提供养殖业者 预测哪一些风险即将发生 在足够的反应时间内提出预警机制与应对方案 现在的AIoT的一个养殖 最主要就是利用后台资料分析 来把专家的经验分享跟实际的一个对策 比如说我们现场有摄影机 当我们在喂养的时候 可以及时观看鱼群在吃飼料时候的一个行动 用这样的及时的行动的一个分析 可以知道这个鱼群目前是健康与否 然后我们就可以建议后面的专家 要不要去投药了 或者其他的一个管理方式 因此AI智慧养殖为水质变化的数据掌握 变得更清楚及时 藉由智慧养殖监测系统 测得水中的含氧浓度、水温、酸碱度等变化 综合这一些数据就可以及时监测 并且能够预测水温的情况 给予适当的反应时间 避免养殖户的损失 而这也是花莲县政府农业处 所积极即将推出的AI养殖业 记者林杰收风箱采访报导